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一期视频哈马斯和以色列打什么反应非常热烈 很多人留言或者在不同的渠道参与讨论 我也发现最多人问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以色列那里那么不安定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为什么和平对以色列那么难 蜜语田园是我最新改版的节目 希望能通过一些不定期的分享 带给大家更多的神的话语与时代结合的内容 以神的心意观看列国与形势 以圣经角度展望时事与未来 今天就要在短短的20分钟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和平对以色列那么难 问题本身难度就是非常大的 我会尽我全力用最简单的语言和解释 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蜜语田园不是正论节目 不是为了评论政治 而是让大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 特别从圣经的角度来明白 中东以色列所面对的挑战 今天我将从三个大方面分析 和平对以色列的难度 神的应许角度 中东政局角度 国内政治角度 分享之前 记得订阅点赞分享转发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孤立 第一 从神应许的角度来看 和平似乎不是非常容易 你要想明白中东的问题的根源 就必须回到圣经中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我们都知道 以色列是神的选民 神把应许之地赐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创世纪中 神应许亚伯拉罕将会有一个儿子 但是亚伯拉罕等不及 听了妻子撒拉的建议 收纳了埃及人夏甲为妾 为他生下了以色玛利 以色玛利就是中东穆斯林居民的祖先 而神所应许的儿子以撒 才是神的选民 以色列的祖先 只有以撒和他的后代才是以色列人 这是神在远古就定下的盟约 更是他在永恒中就设定的计划 所以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历史渊源 就是以史玛利和以撒两个兄弟后代相争 相争下去自然无法承受和平的应许 因为神的心意还明显 谁愿意和以撒后代以色列和平相处 就能得着神的祝福并得享和平昌盛 坚持与以撒后代以色列动物相争的 就会遭到神的咒诅惩罚 并且不得安宁和和平 2020年 在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主导下 以色列与阿联酋在白宫正式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 Abraham Accords 就是寓意希望为亚伯拉罕的后代带来永久的和平 We're here this afternoon to change the course of history After decades of division and conflict We marked the dawn of a new Middle East 自从1994年 以色列和约旦签订了和平条约以来 阿联酋成为中东第一个承认以色列主权的主要国家 而这个协议也是25年以来 迈向中东和平的最重要的一大步 虽然25年来才走这样的一步 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每一步是多么的辛苦 而且真的还有很多很多步在前头 创世纪12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另外 神在历史上就为了让以色列人保持征战的状态 故意保留斐利士人在以色列人身边 为的是让以色列人不要松懈自己的斗志 更不要因为完全的和平而忘记了 耶和华他们的神 现在巴勒斯坦哈马斯占领的加沙 以前就是斐利士人的地盘 也有学者相信 巴勒斯坦人可能就是斐利士人的后代 英文巴勒斯坦 Palestines和斐利士 Palestines发音也很接近 真的假的很多争论 如果是真是这样 第二 巴以和平真的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有个了的 第二 从中东的局势角度来看 以色列的和平真的很不容易 以色列为了复国和生存 从1948年到1982年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打了五次大型战争 我们通常叫做五次的中东战争 还有无数次局部的小型战争 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解释这五次中东战争 如果你感兴趣 回顾一下我过去的课程 遍览圣地系列一到四中的应许的完全应验 我有提到过一些 总之和周围邻居打了40年 可想而知 以色列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会好到哪里 我记得在以色列我问过一个巴勒斯坦的朋友 圣经写的那么清楚 神把这块应许之地给了以色列 为什么你们阿拉伯人不承认 非要把以色列人赶到大海里 他的回答简单而且发人深信 绝对是书本上所看不到的 他说如果你的家过去几百年都住在一间老房子里 而且你还有这个房子的地契 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来敲你家的门 说他家的祖先2000年前在你家的这个房子的这块地上住过 也就证明说你家的这个房子就是他家的 让你立刻搬走 你会给他立刻乖乖的搬家吗 我想这个比喻可能很形象的说明了巴以之间土地争夺的根源矛盾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是圣城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 耶路撒冷本身就是世界宗教的中心 三大宗教的圣地 西墙是犹太教的圣地 当年犹太圣殿基座的遗址 圣殿山是穆斯林的圣地 先知穆罕默德登天见阿拉的地方 圣木大教堂是基督徒的圣地 主耶稣被钉埋葬死里复活的圆子 以色列坚持耶路撒冷是他们永远的首都 写到宪法里 极端犹太教徒还要吵着要重建第三圣殿 巴勒斯坦人则坚信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 虽然1967年失去了控制 但是总有一天我们要夺回来 双方都秉持着这样的立场 也都不要说把耶路撒冷一分为二一人一半 那么怎么能谈得拢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叫做Simon Motifori的Jurislam the Biography 有这样一段话 很客观的说明了耶路撒冷归属问题 耶路撒冷被犹太人独占一千年 被基督徒独占四百年 被伊斯兰教徒独占一千三百年 而且他们没有一个不是依靠刀剑 投石器或榴弹炮获得的 耶路撒冷总是巴以冲突的焦点的导火索 包括这次和哈马斯的冲突 也是源于五月初圣殿山的骚断 所以耶路撒冷到底属于谁的问题解决不了 你就不能有永远的安宁和和平 第三 从以色列国内政治角度来看 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总是无法逼命 就算巴勒斯坦人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 以色列也有事没事的去捅一捅他们 为什么这样很简单政治需要 上一期哈马斯的视频我提到 以色列打哈马斯就好像重量级拳击手打小孩子一样 为什么到现在以色列都不下狠手 干脆一拳打死他们 为什么哈马斯明知道打不过以色列 还要坚持一种斗争的姿态 这一切都是政治表演 今天我们不提哈马斯 单看以色列 通常我们基督徒 谈到以色列 我们都觉得这个国家了不起 很团结 有军事能力 谁都不敢欺负他们 以色列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 我绝不否认 我爱以色列 但是有一点很多人不知道 以色列国家内部分化社会分裂非常严重 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团结合一 具体三大社会撕裂现象 基本无法解决 第一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矛盾 这里的阿拉伯人不是说周边阿拉伯国家的人 而是拥有以色列国籍的以色列阿拉伯人 2019年 以色列犹太人占全国的75% 阿拉伯人就占了25% 也是相当大的比例 以色列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打仗打了那么多年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肯定有裂痕和芥蒂 2018年 内坦尼亚胡推动立法宣布 以色列是犹太国家 这明显不把那25%的阿拉伯族 以色列人摆在眼里 社会矛盾激化 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国会还有几个自己的政党 不能说他没有力量去抗争 第二 欧美犹太人和亚非犹太人的矛盾 以色列是移民国家 1948年建国的时候 主要是来自欧洲的犹太人是主体 所以欧美裔的犹太人自然就是以色列的领导者 后来从亚非来到的以色列的移民越来越多 好像从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 我们通常叫他们黑犹太人 就是其中的一群 欧美犹太人通常文化教育非常高 亚非犹太人则在社会的底层备受歧视 都是犹太人 但贫富差距相当巨大 也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性 第三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和世俗犹太人的矛盾 提到犹太人 我们总会想到那些黑衣黑帽 大胡子卷卷并脚 在西墙前祷告的那些人的画面 其实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那个样子 那些基本都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 也叫哈雷迪 他们生活极度保守 恪守犹太的律法 也是这帮人喊着要重建第三圣殿 最要命的是 他们可以选择不工作 不当兵 就在家里学圣经 还有的就是他们超能生孩子 有统计哈雷迪家庭平均有七个孩子 父母不工作 谁来养家呢 全靠国家补贴 吃社会福利 所以哈雷迪现在有一百多万人口 每年还在快速的增加 政府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谁让你立法说 以色列是犹太国家 哈雷迪就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 加上他们在国会中也有自己的政党 政客们为了选票也要顾及他们的利益 所以普通世俗犹太人当然也无法认同哈雷迪 以宗教为由占用大量社会资源 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所以你看 这么多的矛盾和麻烦事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 欧美犹太人和亚非犹太人的矛盾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和世俗犹太人的矛盾 还有一些我没有时间去说的 好像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之间的矛盾 以色列人与外来劳工非法移民的矛盾等等 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和阿拉伯国家的矛盾 和巴勒斯坦的政治冲突 内忧外患 没完没了 以色列总理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柴市 给我多少钱我都不要去做 每当社会矛盾计划解决不了 最好的政治手段就是对外发动战争 转移内部的矛盾 还能塑造一个强悍领导人的形象 好了再继续分析一下就太露骨了 我说以色列和哈马斯打仗都是在演戏的原因 现在你自己可以慢慢去体会 为什么和平对以色列那么难 听完了我的简单分析 我相信你一定认同 不是难是非常非常非常难 所以我们更要为以色列祷告 求神祝福这片土地 求和平降临在耶路撒冷 诗篇128篇第五节告诉我们说 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 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也愿平安归于爱神子民的人 好的今天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对本期话题感兴趣 欢迎你留言参与讨论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之后要按小叮当 以后有其他的内容 YouTube都会自动推送给你 您的订阅就是对我最大最大的支持 祝福大家 我们下一次再见